被救的那個人員 他是在外面找家人 然後他可能要一個車去找 再打了U20報警電話 然後公安人員把他救出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那中國在晚上10點多 終於把226公尺的決體口給補上了 然後就舉其那喊 共產黨抗戰勝利 大家又忘了是誰讓這個災難造成的 是誰讓上游的所有水庫同步洩洪的 又是誰在第一時間用 細紗還有卡車去當水行俠當水男孩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荒唐的影片吧 最後一差的實料正在向絕口進發 共產黨大帝在此刻正式完成了封堵 中共在幾年前花了85億人民幣 在加固這個洞庭湖的防線 聽清楚這個是加固 那就代表他先前還有比85億更大的花費 在於他本身的工程 對吧 結果我們放大來看一下 一層薄薄的水泥 水泥下面的土 還是後面那個農地的土 直接延伸過來 那你後面又放農地 你在那邊弄 農地灌溉 養殖或是抽下水稻的水 這樣會不會有地層的問題 你地層如果不小心下陷的話 你防波堤的土不就跟著一起聯動一起攤方了嗎 所以鍋是誰造成的 我想有七八成 是中國政府跟當地農業部的問題 首先 房顧的錢打水漂了對吧 八十幾億真的多少用在上面 我覺得可能只有零頭 可能只有五億用在上面吧 八十億你們口袋 我們來看這次決堤的地方 就在岳陽縣左邊的這個大湖面這個地方 對吧 好 那他周邊有什麼呢 那他附近有249座水庫 這個是把岳陽縣附近的水庫濃縮在一個點上 不是說那個點有249個 是這249個分散在岳陽縣的 雲溪區啊 還有這個平江啊 這些地區有249個 而下面的陶江縣這附近周邊也有85個 還有桃園縣 漢壽縣 還有上面這些什麼石門縣啊 磁力縣啊 加重起來244個水庫 所以啊244加85加81座大大小小的水庫 再加249座附近 有多少的水是同時流入這邊 然後造成這個決堤 所以我說啊 水如果會突然 短時間的煙很大 我們不算上決堤啊 如果推很快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洩洪造成的 那這是可以國賠的吧 你這十幾二十年來 你們能拿到的國賠 真的不在手術了 相信你們 如果真的去哪了 會被中共打江山 還會被央視跟小粉紅帶風向 說天災啊為什麼要國賠呢 難道天災都要國賠嗎 也是啦 想都不用想 連大饑荒都可以被洗成是自然災害的 還有什麼不能被你們洗成是天災的 我估計啊 天安門事件八九六四應該也是天災啦 當時這個大饑荒啊 毛澤東還有糧食援助其他國家 還有錢蓋一堆別墅 還有錢請一堆廚師 天天制定高級菜色 你知道這個農村地區 不要說農村啊 當初這個人民公社 當初這個大饑荒 連城市的人可能兩三天都吃不上一塊肉 然後你天天在吃什麼海鮮啊龍蝦 牆內其實蠻多中國人會吃中共宣傳的這一套 什麼下大雨啊不洩洪水庫就塌了 所以啊我們現在讓水庫泄洪犧牲小我對吧 你看喔現在如果泄洪的話 我家頂都被淹個一成兩 如果不泄洪上有水庫塌了 我家可能滅頂了 我們那個高樓大下可能淹到十樓了 所以啊一定要泄 奇怪你們是不會在一個禮拜前氣象預報來的時候 分幾天把水庫的水泄洪掉一半以上嗎? 難道中共連這種預警系統都沒有嗎? 連非洲都有氣象預報耶 你們中國沒有嗎?有嗎?對吧? 你明明知道我報以後來好幾天 還把每個水庫的水保持在80%的水位 中國人民如果沒有看清這層關係 中國人民也不會覺醒 每年還是重演一波什麼自我感動的洩洪然後再救災 先把腿打斷了然後再帶你去治療 出個拐杖 哇好偉大 他帶我去看醫生了 沒關係啊我無所謂啊我又不出在中國 但有所謂的你們啊 麻煩自己關注一下啊 而不僅湖南河南也是下爆 鄭州市又淹大水了 回想起2021年7月啊 鄭州水災造成地鐵跟地下車道滅頂 對吧? 拖出來好幾千台車 中共卻說不到400多個人 欸死 這次下暴雨的同時啊 有好多人不敢走京廣北路隧道 為什麼? 因為2021年就是這裡大滅頂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你看連地鐵都不太敢有人搭了 為什麼? 因為怕2021年的事情又重蹈覆轍 對吧? 中共這次又說什麼呢? 鄭州是百年遺遇 2021年也說百年遺遇 甚至前年遺遇 結果被抓包鄭州周邊上游的水庫啊 在同步洩洪 造成地鐵造成這個隧道被滅頂 沒有國賠 而中共在2017年到2020年啊 花了534.8億人民幣在鄭州跟附近的這些郊區啊 打造海綿城市 結果2021年破功了一次 好那我再給你機會 2024年的前幾天啊 又破滅 這個雨滴在台灣是這麼小 到中國就會變這麼大 在日本是這樣子 在中國就會變這麼大 對吧? 小粉紅你們不是很愛嗆 你們有14億人 就算一人吐一口口水 都可以把台灣給淹沒了 不需要出動東風飛彈 那你們這裡得在中國吐多少口水啊 從廣東廣西開始一直吐到這個山東啊 你口不乾嗎? 既然你們說可以淹沒 那同理你們一人也可以喝掉一口水 去救災啊 洞庭湖絕口 你們就不該派那個什麼推土雞啊 細砂卡特啊 派2萬個小粉紅 嘴巴放在水旁邊 嘶嘶嘶 哇 這樣不是很好 而不僅河南跟湖南啊 山東也是暴雨水災 前幾天的廣東、廣西、福建龍岩、江西等交接處 也是大淹沒 大滅敵 請問一下 你們為什麼還不認為 這是中共中央政策治理能力有問題呢? 你們為什麼還不認為是水庫的問題呢? 再說啊 你們可以去研究看一下水庫越多的地方 上游啊 下游淹得越大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是暴雨的問題呢? 而且有中國網友抓包啊 公安在大淹水的路面上啊 把自己拋錨車拿來擺拍 讓演員進去車裡擺拍 警察把人民從車中救援出來 再放到抖音跟快手上面 正能量一波 給那些小粉紅看看 還有那些雖精台灣人看看 我們來看這個車主是怎麼痛罵這個警察的 這個虛假的擺拍救援 你們就不怕被雷給PS嗎? 拿著別人的車擺拍 你怎麼不去S啊? 擺拍你的M 哇都是髒話 別S擺拍裡面去啦 我丟了貴重物品 你還給我強行開車門 要點臉吧 有人說這個車是你的 對啊 今天火騙了這個城市呢 假的 拿我的車擺拍救援 哎呀真缺德 在車附近還是在人家車裡 騎腰的水被困在人家車裡 你要說在車頂我信了 不是車主怎麼進別人的車呢? 就算是你的解釋 那樣也不是擺拍 有必要狡辯嗎? 別扯了就是擺拍 還有住建局的某位局長 大家都知道 對啊 你看這個警察善意擺拍 你惡意曝光他的行為 這樣做就不對了嘛 這樣就不真能量了嘛 對吧 影片的最後來補充 昨天有提到的 中國儲良國有企業 被發現他們的油罐裝車 在玩汽材油之後 不清洗 然後也不分開 也不分裝 直接直上食用油 把這個食用油 載運到工廠加工製作 然後變成中國人民煮菜炒飯用的那種食用油 還有網友翻舊文發現 2005年就已經有一些工廠這樣做了 2011年也被發現了一次 你們現在連國有企業 中國共產黨的企業 都敢這樣搞了 那你說民間企業他還不敢嗎 2025年 2011年 2024年 那是代表 2025到2024之間 還有多少起是沒有被發現的 而你們吃了幾年的器材油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檢驗的監管部門在幹嘛 以後遇到小粉紅你就問他 你是吃9295的還是98的 98你應該吃不起 難怪這麼多的中國趙家人寧願買歐美的油 或是食用品 以及奶粉也不買國貨 國貨就留給你們小粉紅吃吧 我昨天還看到一條嘲諷文指出什麼 中國在剛加入世貿的那段日子 美國就跟中國說 我們檢驗的肉品食品如果沒問題的話 就可以直接輸入你們中國了 結果中國很不滿意說 怎麼可以呢 我們這當然也要檢查一遍 然後美國就說 你們檢驗食品的標準 放在我們國家連寵物食品的級別都達不到標準 當然吧 這個是中國網友自己嘲諷自己中國的創作文 但現在看看也是非常諷刺 啊 順帶一提跟大家講一個非常好玩的趣味故事 前幾個禮拜一個加拿大的舔共大V 當然他自己有楓葉卡 然後他妻女都留在加拿大 他個人就回到中國愛黨愛國去賺錢 供養他在加拿大的妻女對吧 前幾個禮拜他就帶他的一個朋友 去中國的一家冰品店用餐 點這個冰品 但是他這個朋友天生對乳製品過敏 結果你知道神操作就來了 他就幫他點了一個乳製品的冰品 說啊放心啊 中國的食品非常安全的 即便你對這個過敏 你吃出來也不會有過敏的反應 結果他朋友就吃了 吃完過了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繼續拍片說 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我在歐美 我吃這樣我已經送醫院了 他們就大戰說哇中國棒棒 中國不會讓人過敏 哎 你完全違背醫學跟生物學常識耶 哼哼 你在幹嘛 如果你天生對牛奶 或是雞蛋過敏 你只要那個成分裡面有 不管你怎麼用 你就是會過敏 如果我今天這個乳製品給你吃 你不過敏 就代表他裡面沒有真正的乳 不是嗎 這種都可以被洗成這樣顛倒黑白 我真的不知道 小粉紅你們腦袋都裝什麼東西耶 下面一堆小粉紅說 對啊 你看啊 在全世界吃這個過敏品 結果在中國不會吃過敏 逆天啦各位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 下次見了 掰